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8日 今天要講講英國歷史 從英國歷史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世界永遠存在著矛盾 在香港有黃絲和藍絲的矛盾 在台灣有本土陣營和外省陣營的矛盾 在美國有左派和右派的矛盾 這個矛盾永遠存在 當然在比如說朝鮮、古巴、中國、大陸這些矛盾是不存在的 因為所有東西定於一尊 所有人都要被強迫接受 一定要跟一套主旋律 這些矛盾在社會上表面是不存在的 但是當然一到臨界點的時候 那些社會的矛盾會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歷史上每一百幾十年就會出現一個所謂的朝代更替 就是這些矛盾沒有辦法有效宣洩下而出現的一套逆天 一個所謂的甲天命的一個治亂興衰的循環 中國歷史幾千年來都擺脫不了這種格局 就是因為它沒有一種合理的方法疏導這種矛盾 在英國有一套電影 其實我去年已經很想看 不過進不了戲院看 結果我昨天在Apple TV租了一套電影去看 這套電影叫做Miss Behaviour 香港亦做逆權選美 是說1970年一個抗爭事件 從這個抗爭事件去反省 到底這個世界為什麼需要抗爭? 而為什麼抗爭運動中一定是有人反對 站在抗爭者的對立面 就像現在香港 香港有人抗爭 就是有一些人說這些抗爭者搞亂 這是第一批人 第二批人就在抗爭的手法中 大家都支持抗爭 但是有抗爭者一定有溫和 有激進 也是出現了撕裂 今天借這套電影去解釋這件事 首先要講一下這套電影 這套電影是非常好看的 這套電影的女主角 很漂亮 就是這個女主角 這個女主角是金像影星 她是做過另一套關於逆權電影 逆權電影 是講關於英國政府 在伊拉克事件上如何操控新聞 揭露英國政府如何隱瞞國民去知情權 知道英國為什麼要出兵伊拉克 就是講貝利亞總統時代 《Official Secret》 這套電影很好看 而這套逆權選美《Miss Behavior》是講1970年 一個真人真事 1970年的世界小姐選舉 在英國舉行 世界小姐本身是BBC的節目 在1956年開始 每一屆 有超過1億的觀眾 在電視上收看 在60、70年代 是一件軍動的事件 甚至乎收看BBC直播世界小姐的人 是多過收看美國太空人 登陸月球 這套電影是如此介紹的 這套真人真事發生在1970年代 1970年代的世界是一個多時之秋 當時是越戰期間 出現了很多反建制的思潮 在美國有反越戰 有黑人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崛起的一個年代 1970年代是講著種族主義 反種族主義的年代 在南非白人的統治 出現了很多爭議 曼德拉的維權運動 此起彼落 在印度 後今年的年代 也有很多民主思潮的勇起 世界各地出現了這些逆權分子 1970年代 是Samuel Huntington 所口中所說的第三波民主運動時代 是左派思潮當道的年代 同時女權主義興起 女權主義就是反省父權的問題 這個世界由父權 由男性主導了幾千年 自從沒有系社會之後進入到父權社會 已經主宰了人類幾千年的歷史 但問題 人人生而平等 應該是一種普世價值 沒有人一出生希望有人比自己更加平等 沒有人一出生希望別人的權力比我們更多 而女性是佔了地球一半的人口 甚至一半以上的人口 所以 到了1960年、70年代 左派思潮興起 女權也因此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高漲了 女人希望同工同酬 同一份工作 為什麼男人的地位要比女人高 同樣是家庭的一個分子 為什麼一定要女性在家裡照顧小朋友 男人出去打工 為什麼一定要男主外 女主外 在1970年代 很多這些女性思潮 由思想上 走上去抗爭上 所以在英國1970年代 第一次由女人擔任首相 戴卓爾夫人擔任首相 1970年代的中後期 同時間其實英女王 在歷史上已經有多任的英女王 但是首相還是男人主導 所以很多人在反省 女權是不是受到欺壓 而 父權、男權 為什麼要將女性作為一種物品看待呢? 所以世界小姐被一些女性主義者 認為是密化了女性 公開將女性的身材 平頭品足 不要緊 欣賞美麗的東西是人之所欲 食色性也 飲食男女 人之所欲 這是很正常的 但問題只是將女性美麗的一面 是表面化了 只是看身材 只是看屁股 看臀部 這套電影中說他們選美其中一個重要環節 就是看女性的臀部 這是將女性密化 矮化貶義 去康代 所以看女性選美 應該好像所謂美貌與智慧都並重 而不是只重在身材和樣貌 所以有一批女權主義 就是在1970年代計劃了一場示威運動 潛入世界小姐的選美比賽中 高舉口號 在選美期間大喊他們的政治立場 甚至乎衝上台上 是向主持 一個出名的主持人Bob 就是向他撥墨水 用墨水槍向他撥墨水 是以示抗議的 因為Bob Bob Hope 就是長期說一些有色的笑話 嘲弄女性 就是男士 OK? 嘲弄女性 長期在表述這些立場 這部電影就是講述這個故事 1970年代一群女權主義者 但是女權主義者裡面有溫和 溫和的希望透過辯論 加入政府 改善女性地位 激進的就是在街頭 塗鴉 撥墨水 在街頭 破壞公物 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 為什麼? 因為主流媒體根本不會報導 女權主義 主流傳媒也由男性去主導 所以女權主義的立場 主流傳媒不會報導 情況一如在台灣戒嚴年代 報金年代 如果那批本土思潮的民運人士 他不用暴力抗爭 不在議會裡面打架 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立場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聲音 他只是透過打架 透過撥墨水 透過一些激進的手法 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當社會大眾關注他們 他們所正經主張的訴求才能夠傳到每一個人手上 否則的話 父權壟斷了媒體 在台灣 威權統治國民黨壟斷了媒體 他們的聲音永遠表達不到出來 所以有一批激進的人主張用暴力抗爭 或者用一些違法的方法 以法達義 這個情況就很像香港 但是有一些用和理非、溫和的手法 雙方出現了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也是永恆的矛盾 但是當這個永恆的矛盾存在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激進的往往是贏的 因為激進的是主張用一個比較 引人注意的方法 也更容易煽動別人的激情方法 往往是促成的方法去表達 這就是我經常說的以救亡代替啟蒙 反而溫和的往往在辯論之下 就會處於下風 因為溫和的 他們所主張的東西可能要幾十年 一百年兩百年才達到 但是人 往往急於求變 If not now When 所以溫和主義者就敗陣了 結果就是激進主義者在這場選舉選美中 表現了出來 這是第一個電影的重點 第二個電影的重點 就是講黑人 當時是黑人民權運動的興起 南非也出現了黑人和白人的抗爭 結果南非小姐有一個白人去選 代表 但是 當時很多民權人士就說 這樣不公道 白人在南非佔少數 但是為什麼白人代表南非? 結果他們在南非找了一個白人一個黑人出來同時間去選 黑人叫做Africa South 白人代表國家政權 就是South Africa 兩個一起去選 結果 當年是政治正確的年代 南非的黑人代表 贏了 變成亞軍 打敗了大熱門瑞典小姐 變成亞軍 變成亞軍之後 雖然她獲得全世界的認同肯定 但是南非還有種族分隔政策 種族分隔政策到了90年代 才受終正寢 才被推翻 所以她也要回到南非再過20多年的種族分隔政策 她一生人都是直直無民地過了一生 但是同時間這個演員 飾演今次1970年代選美冠軍的人 她贏了 她代表印度的英屬殖民地 一個賭國去參選 最後一個有色人種贏了冠軍 震撼了世界 第一次有黑人去參選 參選選美 第一次有黑人去贏了 沒有人相信黑人會贏 最後她贏了 當然她贏了 是有政治色彩在裡面 是否漂亮呢? 坦白說是葛花入葛眼而已 但是她贏了 而這個女主角 這個女主角 就是被捕了 被判罪成 因為她衝上台 她衝上台 用暴力的手法抗爭 激進的手法抗爭 結果被判入獄 而當時這是一個單親媽媽 她是飾演一個單親媽媽 真人真事 叫做Seri Alexandra Seri Alexandra 當時是一個單親媽媽 也是一個大學生 她是一個成長的學生 最後憑著這件事件聲名大噪 後來她當時已經在倫敦大學中讀歷史系 她是一個單親媽媽 但是也是一個工會分子 一個演員本身 是一個演員學校畢業的 後來又讀歷史 最後今天成為了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 現在還在倫敦大學中 非常活躍 叫做Seri Alexandra 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 在英國社會 她容許別人維權 而這種維權的手法是激進的 因為你不激進 你表達不了你的訴求 但是一定是有人反對的 什麼人反對? 就是以男主角Bob Hoop所代表的 副權的建制 他們建制派一定會反對 因為牽涉到他們既有的價值觀和利益 他們男人作為一種娛樂 去將女性的身材平頭品足 是他們的固有立場 是他們的權利 所以 他們一定視這些人為搞亂社會 視這些人為搗蛋 但是 這個世界就是如此 這是第一種 就是因為利益和固有的意識形態 認為這些人正在破壞他們現有的制度 但是歷史上證明 如果沒有這些抗爭 社會就長期存在不公平 社會就存在一個不合理的剝削 人就一定是剝削 透過剝削 去鞏固自己既有的利益 所以我們一定有些人出來勇於抗爭 即使這個議題我們今天未必關自己的事 比如說我是男人 女性的議題不關我們事 比如說我是亞洲人 阿富汗的議題不關我們事 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支持和同情抗爭 到有一天那些議題落在你身上的時期 就沒有人會支持你了 這就是支持抗爭者的一個心態 就是不能夠深存僥倖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被剝削的人 所以在哲學上我們就用一種叫做無知之莫 innocent view 去思考問題 就是要思考問題的時期 不要假設這件事跟我們有關 假設這件事的不幸者 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的 人人是生而平等的 而不幸有一天會落到你頭上 只要我們這麼思考 我們往往就能夠同情抗爭者 否則的話我們永遠站在事不關己 己不露心 這就是一種建制的心態 因為在建制上我們是獲益 在建制上我們是得益 所以作為一個男人我當然支持父權 當然支持將女性的身材 女性的樣貌標籤 但是坦白說我不是反對選美 只是當時透過這個議題去反對 她完全將選美等同美貌而忽略了她背後的智慧 同時間有些女性在電影中支持選美 第一覺得很好笑 每一個女性都希望漂亮 而且漂亮是傳統灌輸的價值觀 所以她們包括女主角的媽媽 她們是傳統女性 她們也反對女主角去抗爭 這個世界一定有這種人 因為她們活在一個舒適區 而忽略了 有些人受壓迫 有些人不能夠獲得一個平等的機會 女性很多人受到歧視 家庭的崗位歧視 所以 這個世界永遠有一些人是冷漠的 但是 抗爭的人 就是幫助一些冷漠的人 走出他們的舒適圈 所以只要有同理心的人 往往就會支持抗爭 而缺乏同理心的人 往往更支持建制 這是任何議題都會出現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世界有永恆的矛盾 就是有永恆的抗爭 但是中國共產黨或者蘇聯共產黨 就用了鬥爭來代替抗爭 抗爭是無權力者向有權力進行抗爭 是無權力者之權力 但是鬥爭就不同了 鬥爭就是有權力的人 由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階級 優秀分子 去向一些他們認為矛盾 進行鬥爭 兩者完全不同 所以英國社會 任何黨派上場 工黨上場 自由黨上場 保守黨上場 一定有在野力量向它抗爭 但是在蘇聯和中國 在朝鮮、古巴 就由黨去領導 帶領人民去鬥爭 而帶領人民鬥爭的期間 人民往往成為鬥爭的籌碼 所以毛澤東在《理智衰回憶》中提到 希望美國扔完子彈來福建 中國死幾千萬人 令中國人更加團結 這種說法就是視人民為鬥爭的武器 所以在鬥爭中人民會被犧牲 而在抗爭中 有些人說 我支持你抗爭 但是你抗爭不要妨礙我上班 同樣道理 用這套電影的邏輯 我支持你抗爭 但是你抗爭不要支持選舉 不要搞到選美 有1億人在看BBC 這種說法是缺乏同意心 因為抗爭期間一定會有人利益受損 一定會有人犧牲 前提就是他抗爭的東西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合理 是透過理性辯論 如果那件事涉及到天賦人權 他抗爭一定是合理的 至於抗爭的手法你同不同意 這是可以再討論 但是我們要對於別人抗爭者 因為別人會付出代價 別人會坐牢 我們往往要抱持一種同情理解 只要同情理解的話 即使我不認同他的手法 但是我認同他的 意念 認同他的意志 對於他不同的手法 都可以有保留 但是相反 有些人就是不論是非 只要他抗爭的手法影響到我的既有利益 我就徹底將他否定 這種正如剛才我所說的 是缺乏同意心的 不能夠用無知之莫的方法去看這個問題 只是從我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以我的角度去看問題 就必然不能夠從你的角度去看問題 結果出現了一種冷漠無情 甚至乎懶嘲熱諷 更甚者就是配合政權去打壓抗爭者 這種我就叫做他者 就是混蛋主義 不僅是事不關己 己不勞心 而不得 抗爭者是混蛋 這種人是 除了缺乏同意心之外 用哈佛大學之前的研究 是那4%毫無良知的人 不能夠逆地而處 不能夠感受他人的痛苦 所以只要抗爭者的手法 不是傷及其他人的性命 只是少阻礙別人看損尾而已 少阻礙別人上班而已 不涉及對別人身體的傷害 如果涉及對別人身體傷害當然就不好了 否則的話 我們一般就會同情地理解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現在太陽熱烈日正當午 我也不再詳細講了 希望大家能夠Like、Subscribe、Share OK?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以及收費平台Patreon Patreon裡面還有我的參考資料 文字摘要 聲音檔 以及獨家的史記課堂哲學短講 以及英國的生活短片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